大家好 我是浪哲比书 记得刚来这个江湖寨的时候 听到那些朋友聊天 叫什么网头啊 菠菜啊 还什么赔付啊 什么没钱赔付啊 种菠菜这个 还有什么园区啊 刚来的时候听到我一点懵逼 网头 网头我想是不是 网了投资 国内讲高大商业的什么是 电子商务嘛 现在进步这两年 几年这个 熟悉了 现在慢慢知道了 网头说大白话 就是网络诈骗 利用网络 骗起国内的这些 人上当年受骗 就是网头 菠菜 菠菜就是实施这些 网络诈骗的人 种菠菜就表示 实施这个网络诈骗 叫种菠菜 还什么赔付 赔付 经商听到说 可能网上发什么 没钱赔付啊 什么三倍赔付啊 整天都猛叉叉的 现在办法知道了 现在办法知道了 赔付 原来是这些 比如说 有的人通过国内 中介还是朋友 带来 带着这里 到了这个网络 网头公司 如果你不愿意干的 种种原因 不愿意干的 或者干不好了 你想走了 这些老板要找你 赔钱 什么 两倍一倍 就是赔你原来有的那些费用 一般 可能都是很高的价格 要不 一点点钱 就不会说 存在没钱赔付 还有园区 园区 我到现在我没搞 按我们理解 应该是 工业园区 他这个可能园区大 只是网络园区 那些园区 基本上是 里面有那些网络 网络公司 我 15年的时候 有个朋友在那个博贝 他说他就在那个园区 博贝那个特区 那个园区里面 做那个烧饼 我到他那里去玩一下 他就跟我说 我就问他 多少钱一个月 他这里 他说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园区 相当于是特区 他说警察都不能进来 所以我们什么一切 政府单位 都进不来的 我当时也为了吹牛批 还这样的 警察都进不去 当时我还半信半疑不相信 他说我们这里的 做生意 做生意 不讲周经 不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 抽成 比如说 你来这里做生意 他就抽百分之三 是多少 他就抽钢五 得钢五 就这个意思 其他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抽成 当时我是半信半疑啊 现在看的真的是事实啊 然后我也到过那个什么 财政的跟越南交界的那两个口岸 也经常看到那些人 挂的厂牌 挂的那些公牌 那个一大群一大群用那个 电动电瓶车 几十个几十个一拉下班 我看他 有个听人就说他自己就是在园区上班的 就是种菠菜的 我看他好像也挺自由啊 没有那个网上说的那么样啊 但是网上经商报你看 拐卖人口啊 有的菠菜甚至会 菠菜公司 互相之间倒卖几次 没有钱赔付 打得很惨 有的甚至会被跳楼啊 这个园区 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所以到现在我只弄不明白啊 这个园区怎么有这么大的人量 还真别不幸啊 下面再看这个新闻 说这个厨师 俗人作案 偷了他13万美金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看这个后面 你看 根据警方根据他的手机定位他的 一个地方啊 但是这个地方 是警察 不能进入调查的地方 这里说就奇怪了 这是什么地方 警察都不能进入调查 那是 那是总理府啊 还是军事 军事禁区啊 还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啊 但是各国的州界是不是 但是各国的州界也会配合调查 也可以申请进入啊 但是这个地方警方居然不能进入 大家谁能告诉我 这个园区 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居然是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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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愿意 我愿意